各位广角频道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永平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美国的情况 美国的校园爆发了近几年最大规模的学运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学生反对 以色列在加萨走廊的无差别杀戮 特别美国的学生很愤怒的是 美国竟然继续支持这样的以色列 不断的运飞弹武器 甚至国会还通过了对以色列 更进一步的军事援助的费用 当然这样的一个情绪感染了 美国各大学的爆发 可是美国的政府怎么样面对这批学生呢 他们本来是相当和平的在校园里面搭帐篷 做和平的示威 可是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 当校长让纽约的警察进到学校去 对学生示威者进行逮捕 甚至还传出枪响 证明是有开枪的 只是当然是说没有人伤亡 而在加州的学校呢 也发生了警察对学生跟示威者呢 这个开枪打的是橡皮子弹 那这样的情形呢造成了世界哗然 甚至包含在欧洲还有很多其他的城市呢 都有共同声援的这个示威抗议的行动 那当然这个问题在美国国内呢也影响声援 美国民主党比较自由派的资深参议员Sanders 他过去呢也曾经有想要参选过总统 他就在美国的国会呢发表相当沉痛的演说 他对于同属民主党的拜登总统提出警告 他说你要小心了 哥伦比亚还有学运还有警察对示威者的逮捕跟暴力事件呢 说是拜登的越南 那这个拜登的越南标签一贴到拜登总统头上呢 使得他呢 现在已经不是很被看好的选情呢 更是雪上加霜 这对民主党和拜登来讲呢 可以说拜登的越南 越南这个事情呢 可以讲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立刻就联想起来 1968年的整个反越战的雪潮 说起来也这么凑巧 1968年距离今天的2024年呢 已经50多年过去了 可是1968年呢 就是那么巧 当时的学生占领校园 席卷全美的反越战的学运 就是从哥伦比亚开始的 而且也是在4月份 而且当时学生占领的 也就是刚才讲的纽约警方呢 开枪的Hamilton Hall 就是他的一个行政大楼 叫做汉米尔顿大楼 所以如此的类似的情况呢 当然就会让大家想到说 哇那个1968年 当时对美国卷起多大的一个风潮 大家现在想到很多美国著名的文化DNA 比如说这个Beatles 这个乐团 比如说像什么嬉皮文化啦 或者是像美国很多的这个自由派啦 对于女性权的保障等等的 很多的时候呢 都跟1968年当时的这个反战运动 整个完全扣连起来 那当然那次运动的规模 远比这一次要强大很多 因为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因为上一次1968年反越战的时候呢 是因为美国已经有300万人呢 在越南战场上 而年轻人不断的要被征召入伍 在送到战场上 当时美国的年轻人就非常的愤怒 他们觉得说 我们为什么要为一个 我们根本搞不清楚 很遥远的国家去送死呢 所以当时很激烈的这个学运呢 还有引发了整个美国的反战运动呢 他们其实是有自身的安全考虑 那这次美国的学运没有办法那么的庞大 当然也确实说 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精神 他是对于这个以色列侵犯的 加萨走廊的这个无差别待遇的轰炸 感到不满 但是总体而言呢 他有情境类似的地方 那么1968年的历史教训 为什么说对于民主党来讲呢 这个拜登的越南这个帽子呢 是如此的沉重呢 因为1968年当时这个反战的学潮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发生的呢 就是在当年的夏天 美国因为他也是一个总统选举年 所以美国呢也正要提名 他们的总统候选人 而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 夏天的民主党呢 是传统在夏天 他要开党代表大会 1968年提名的民主党候选人 在那场这个著名的民主党的 党代表大会上呢 就爆发了抗议者的激烈冲突 而激烈冲突的后果就是 当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就输掉了 而共和党的候选人尼克森就赢了 所以后来随后呢 这个当然美国就越战也终止 然后他就从越南撤军了 所以现在的拜登跟民主党 非常担心的原因 就是他一定要阻止 这个学潮继续的蔓延 特别是不能够往夏天走 因为他今年又很担心说 他的民主党代表大会 会不会又重演1968年的决定 那现在的状况是 目前看起来由于美国警察的装备 比起50几年前呢 更精良了 甚至呢 在纽约 虽然没有到国民军进入的情况 可是纽约的警察 是类似 叫做类军事行动 Military Action的这种部署呢 进去做处理的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从学生跟年轻人的角度呢 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失落 而且痛苦 那么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民调 大家也可以看到 虽然呢 在全国性的民调 拜登跟川普 Donald Trump 互有输赢 但是就摇摆州 因为美国的制度 他不是看你最后总的得票数 他是要一周一周 看你的这个选举人数的 所以他的摇摆州呢 更是关键 那结果呢 在上个周末为止呢 整个摇摆州 所有的部分呢 川普都赢拜登 而且有些州的赢幅还拉大 那可是在这段时间中 川普做了什么事呢 川普没做什么 他甚至呢 也不是很那么频繁的公开露面或发言 为什么 因为川普官司缠身 他被搞在纽约的法庭里面 而且呢 他必须一直待在那边 也不能用手机 也不能出来作秀 就一直要在那边接受审判 可是一个没有在干嘛的川普 却民调在摇摆州 跟拜登不但领先 有些地方幅度还拉大 那表示什么 表示呢 是拜登的自己的问题 那拜登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年轻票跑掉了 那这个很明显的数字展示呢 也是民主党现在要烦恼的地方 但是现在美国的年轻人 他们的不满呢 并没有地方宣泄 为什么 因为他们顶多 只能表示对拜登的不满 支持度降低 可是川普呢 更是他们投不下去 所以他们有可能选择不投票 可是年轻人一旦不投票 他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得到的可能是一个他们更不乐见的后果 就是重返白宫的Donald Trump 那么重返白宫的Donald Trump 如果说继续的发生 学生要抗议 学生要示威 那Donald Trump会怎么样呢 Donald Trump公开的出来 赞扬美国的警察 他甚至说 他说美国的警察 纽约的警察这么有效率 两个小时进去哥伦比亚校园 就把这个示威的 抗议的这个民众 全部清空 他用了一句 大概小学五六年级的英文 叫做 It was a beautiful thing to watch 看到美国警察的这种做法 真的是他觉得 看起来做了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行动 那么Donald Trump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所高举的法律 与秩序的大旗 在Time Magazine 就时代杂志访问过川普以后 用川普做了封面人物 他在警告全世界 川普如果回到白宫 可能美国跟世界会迎来一个独裁者 因为他在里面的言论 他觉得他要超过法律 而且他也不排除 他以后针对非法移民 他会动用到军队 那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更关键的是川普不断要求大法官要全部豁免他的所有的官司 跟刑事豁免权 他还直接告诉记者说 一旦他选输了 他不会承认选举结果 那么美国噩梦般的 这个在2020年国会山庄的 这个暴力占领国会事件呢 可能会再度重演 那所有川普的言论 等于完全颠覆了 你民主选举精神 你言论自由保障的精神 你人权的精神 你法律的支撑 本来我们说 如果民主制度呢 它必须要有三权分立 行政 立法 司法 大家把它架起来 然后再加上新闻媒体 可是现在的社群网路 假新闻充斥 新闻的破碎化 各方面的部分 所有这些基础一旦的崩溃 那么这样的民主价值 未来会不会完全毁在川普的手上呢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美国 美国的混乱 失序 双重标准 而且道德败坏呢 是世界所熟悉的美国霸权 所以现在的美国 如果川普这样的一个被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认为可能是独裁心态的人 变成了美国的掌权者 那美国接下来他要维持他的霸权地位 他除了经济 除了科技 除了华尔街的股市 除了强势美元以外 以及优势军力 他还有什么呢 他本来大家会觉得说 我可以支持美国 作为全世界的领导者 是因为他还有道德的制高点 他还有保障民主价值跟言论自由 可是因为一个以色列 因为犹太的金主 造成了美国在道德 民主价值言论自由的保障下 这些部分频繁的崩溃 现在的校园警察暴力事件 已经让大家觉得说 美国是不是变成了警察国家 那未来如果美国从警察国家 变成是类似独裁者心态领导的国家 大家不要忘了 当年德国的希特勒 也是民主选举选出来的独裁者 那么一旦美国变成了这个情况 那么世界还会有哪些国家 愿意跟随他呢 那美国的单一霸权还能维护吗 这是今天就给大家分析到这里 我是李永平 那请大家给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下次见